其实我们再来看到最近中国科学院宣布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还有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姚七智 都已经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中国籍 并且正式转为中科院院士 杨振宁和姚七智的做法在中国引发了热议 有人质疑杨振宁对于中国科学发展 并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 加入中国籍只是为了养老、圈钱 但是也有人认为杨振宁、姚七智年事已高 对于养老应该是没有特殊需求 应该是出于对国家的认同和自身的夙愿 那么有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 请在北京的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 来分享他的看法 陈杰仁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你们好 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舆论有这两种不同的分歧看法 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注意到了这两种看法 我还是认为杨振宁先生放弃美国国籍 重新回归中国的国籍 是一种爱国举动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这种内在的驱动 所以他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 甚至应该得到一个支持 得到一个中国人的支持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非常理解 并且对他这种行为还是表示尊敬 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方面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负面的评论 也有人认为这是否与杨振宁先生的一些个人的一些作为可能有关联 我们知道他当年1957年和李正道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是后来因为个人的恩怨分道扬镳 那么另外一件事可能众所周知的就是2004年 他以82岁的高龄与当年28岁的翁凡结婚 那么很多人因此来质疑他的品性 您认为这些事件是不是在这一次杨振宁先生加入中国国籍事件上 起到了一个负面的作用呢 是的 这些呢应该是对于杨振宁先生这种批评责难和误解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舆论场上 对于杨振宁先生的批评和误会呢 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 这个当年就是围绕他这个和李正道博士一块获得诺贝尔奖 那么在当年的这种博士论文的写作的这种署名的先后问题啊 以及他到底对于这个不对称的这个语称定理的那个提出到底有多大的功劳 这方面呢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确实在语论上有一些文字啊 对他是有一种批评的声音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他和温帆的一个婚姻 那么这个呢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大多数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觉得不可思议的 觉得这么一个老头啊 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结婚是不是啊 这个不公平不合理呢 是不是有点不为这个不符合伦理的准则呢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很多人认为杨正宁啊 是在退休之后才回回到中国来居住 来领取这些这个他的一些报酬 或者是获得一些其他的待遇 觉得这个杨正宁呢是算盘打的金 但是呢我觉得这三个原因呢 其实都是值得去谅解或者是辩解的 那么第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我相信诺贝尔奖的评选委员会 他一定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傻 把一个跟这个科技贡献没有关系 或者是关系不大的一个人 评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没有看到这么一种失误的频繁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相信落奖委员会的 他的这种公正和独立性 至于他和李正道博士之间的个人恩怨 我觉得不应该去影响到他对于中国的关系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来说呢 实际上他的婚姻呢 我觉得很多人呢 中国人是用一种调侃的语气在说他的 其实呢 因为他这种做法是识破 今天那么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一种 婚姻的一种常规和潜规则 但是我觉得像这么一种行为啊 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羡慕嫉妒恨 那么从调侃呢 变成了这个愤恨 最后呢 变成了一种这个片面的攻击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 婚姻的自由 婚姻的这种 这个打破思维定势的话 其实无可厚非 那么第三点来说 我觉得 杨正宁先生实际上 这个退休之后 他回到中国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余热 包括给这个中国 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 包括推动中美 中国和世界的科技交流 包括这个推动 中国一些大学高校的一些学科建设 甚至包括他 以七十多岁八十多岁的高龄 去给清华大学的本科生 开这个普通物理学的课 那么我觉得这些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特别重要的是 他作为第一个获得 他和李正道先生是一样的 就两个最先获得 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 能够回到中国 我觉得这本身 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别说是 杨正宁先生一个人 哪怕就是更多的退休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 都回到中国来 或者都到中国来做出贡献 我觉得这又未尝 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像您刚刚提到 最后我想30秒时间请您谈一谈 您认为杨正宁先生 这次的加入中国 是否有可能带动 更多的世界级的顶尖人才 加入中国呢 这个暂时还要做一个 这个谨慎的一个评判 但是我觉得呢 这里面一定要 不要忽略一个背景 就是说中国在这个 当前的这个国际当中啊 它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那么它的国籍 将来确实是越来越吃香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呢 应该说是会吸引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和一些这个外籍的华人 能够去加入中国籍 这一点我还是比较乐观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陈杰仁先生在北京 接受美国基因的访问